本地许多餐饮业者开始使用机器人提高生产力 有酒店的餐厅也以机器人取代人力为顾客送餐 选择房间号码再放入食物 机器人就会把餐点送到指定的客房 公园大道酒店的一家餐厅推出了这项服务 微微科比的机器人备有传感器 防止在运送的途中撞上障碍物 机器人也被输入酒店的基础设施设定 会自行乘搭电梯上下楼 抵达客房的时候还会通知主客 餐厅表示机器人有效减少了人力需求 让餐厅员工有更多的时间执行 更有挑战性的任务 据估计我国劳动市场直到2020年的年增长率 只有1%到2% 政府也鼓励企业采用科技应对人力短缺的问题 因为它有这样的一种自动机器 还有跟员工配合的非常有效 所以它在生产力方面已经达到了高出15% 他们能就是在把资源放在其他的地方 尤其是放在他们厨房 中央厨房里面 他们在其他的个别服务也逐渐的提高 预料本地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业者 以机器人取代人力需求 感谢观看